就是要上的内容是简易的绘图功能 那这个堂课内容跟之前的课程 就是连续性就比较没有那么足够了 这堂课等于说是一个额外的小支线 这个小支线跟我们最后的大主线是有关的 我们最后的大主线是要教大家写网页嘛 那你的网页不能够只有资料整理的功能嘛 你总是要画画图啊什么的 所以我们会花一节课的时间很快的带大家了解一下 就是图大概是怎么画 这个不是说非常进阶的绘图功能啊 就是一些简单的绘图功能这样子 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就是我们啊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就是 小先我们要先把这个档案给读进来 那我们把档案给读进来啊 这件事情这个我想我们已经教过非常多次了 我们直接读读看 好我们这样就可以把档案读进来 这一份档案是我们今天要用的范例资料 好那我们今天要用的范例资料 它首先它是 这样每个RAW就是一个病人 那它有一些基本的这个就是生理数值 假如EGF在多少这是剩功能 那有没有Desease 然后这个Survival Time啊 这个Dex啊 这些informations它就会都有出来这样子 好那这个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现在要做什么事情 好我们首先我们想要先看看 我们想要画一个直方图出来 这直方图啊它用来就是看这个数据的分布 好那我们的做法非常简单 这个Data里面的EGF啊 这个是标准的所有函数对不对 就是然后我们把这个东西放进这个 Hist这个函数里面 Hist就是Histogram的简称啊 那你就可以看到在右边 有出现一个这个直方图 怎么了 没关系啦 好就这样 好那那个 这个 我们目前就是有 就是这样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直方图嘛 对不对 好那我们这个直方图 我们绘画了以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哪些统计图 好据来说这里还有和须图 好这个语法你看我们 刚刚我们在这节课以前 我们总共教了语法不到20个 对不对 你看现在是不是 又多出一个Histogram 对不对 好我们再学一个 BoxPlot 好它画出来是和须图 好你看我们又学了第二个语法 你等一下会发现 我们今天学到语法总数 可能比之前全部加起来还要多 这个听起来很吓人 其实是个好事啊 为什么 因为这些语法显然就不具可组合性 你说Histogram跟BoxPlot 它怎么把它组合在一起 对不对 所以其实这个对逻辑的困难程度 其实比较低一点的 好另外 如果我们要画圆柄图 在画圆柄图之前 我们要先知道圆柄图 是拿来看频率分布的 不是拿来看连续变相的哦 好所以首先我们先用Table这个函数 把它做一个就是 把它做一个就是把 Education这个东西 把它的这个012 各有几个把它秀出来 这个Table这个函数 这个也是今天第一次教到嘛 对不对 今天我们之前有教过Table吗 我有点忘记了 因为我上了很多课啊 我也忘记 每一堂课Table出现的地方不太一样 那这个没关系 你知道Table这个函数 你有了这样的一个Table之后 你就可以用派这个函数 把这个圆柄图给画出来 好你现在看到都非常阳春啦 你会觉得圆柄图上面应该要有% 应该要有这个 应该要有这个就是 呃一些描述啊什么的 呃这个之后我们再学好不好 我说之后是今天的之后 不是 不是那个 不是那个下节课 好还有bar plot bar plot 一样也要跟Table合在一起 好 呃你发现了是不是 呃我们现在 光现在我们又学了五个语法 是不是有点多 这个 不过没有关系我跟大家讲啊 就是 写层次这个样子 就是 我们其实 不太需要去背说那个语法长什么样子 因为你常用自己会记起来 但是 你要知道说 呃在你的记忆里面应该是这样子 以后我要画直方图的时候 你记得我第九课有上过 那 你总是知道我的网站 知道我第九课讲义放在哪里 对不对 去那边抄 这样多多意思吧 我通常写语法 我也不会每个语法要记起来啊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啊 那其实它是可以改颜色的 这个Histogram啊 它其实可以透过下一些参数 就来说 好我们这边就是 box plot 我这边给个 color 等于 好 red 你看它是不是出现red 好 同样的box plot 如果我给它打个histogram 它是不是都有red 好可是你现在有个问题啊 那 我怎么知道有哪些颜色啊 然后只有 red blue green 这种颜色嘛 对不对 你看下面会有gray90这种颜色欸 对不对 好这边有个 檔案叫colors in R 好这个colors in R 诶你这边看了 我问问喜欢什么颜色 我们随便挑一个好了 好不好 好我现在觉得 这颜色看起来还不错 对不对 好 好 我们来试一下 pistogram 诶看起来这个颜色不错吧 对不对 好所以 colors in R 这里 你只要能够找到的 你都可以打出来 这样可以吧 你自己看哪颜色你比较喜欢啊 对不对 你搞不好 诶哦 这个是什么鲑鱼色 看错了吗 诶这个 诶这个 这种颜色我也不知道 是叫什么颜色 反正就 随便 随便 随便换一个颜色 这样子 好不好 这个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等一下要教大家 学的是什么东西 我们等一下要教大家 学的 除了换颜色以外 最重要的是 这个 我们有个函数 叫PAR 这个函数 你看我没有多学了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 他这边写MFROW 2-2 这是什么意思 我们下了这行指令之后 你会发现没有任何改变 对不对 他其实这一行指令是在告诉我 我现在开始我把我的画布切成了2x2 好那接着 我先画第一张 histogram 画上去之后你会发现 诶 他出现在左上角 诶 分成2x2的好处就是 我在画下一张图之后 哦 原来他可以叠图啊 叠图这样懂我意思吗 就是 同一个画面我可以放上4张图 所以PAR这个函数 是一个图形的参数 参数指定 就是我现在画图了哦 我现在指定 我的画布就是2x2 好那我知道这件事之后啊 你还可以再 我们再多学两个函数 一个是PDF这个函数 一个是DEV OFF这个函数 我们来看一下 来看哦 中间这一大串 它其实就是这一串 直接复制贴上 好就是这个样子而已 那你说这一行PDF跟这个DV OFF 这个函数 把这个东西夹在中间 是什么意思 这个意思是 我开一个画布 这个画布的档名叫 plot1.pdf 而这是一个PDF档 注意现在在我的外面 在我的外面 我是没有PDF1这个档案的哦 好我现在按下这个指令 RUN 你看到了吗 是不是有个plot1.pdf 这个档案 然后你现在是打不开它的 你现在打不开它 为什么 因为你还没把它关掉 这个 DEV.off 就是把这个东西关掉 我现在先按 这一行RUN 这个东西 打得开它了 但是什么东西都没有 看 诶 其实它就是什么东西都没有了 好不好 我们再打开它一次 好 你看它是不是又变0B了 0B代表现在我 里面还没有任何东西哦 好 我一行行画 好 这样子就是 我把刚刚那一个 本来是画在这里的图 我把它画在这个PDF上 我再按下 DEV.off 诶 它现在是不是有6.6KB 我把它打开来看看 可以看到吗 刚刚的图是不是就上去了 所以原来我的画图啊 可以开 我们得用PDF的开画布 那你说PDF有什么好处 PDF有个好处 就是你看它的解析度 这解析度 这个够好吧 这解析度啊 PDF的解析度 基本上是无限大 因为它是向量 它存 存下来的是这个 就是物件本身的本质啊 它不是去存成像素的格式 这个你们不太需要了解 这边有一些参数 假如说你可以指定它的字体 好不好 这个你们 这个就是你们喜欢什么 就自己去试啊 这个在 这个help里面 总是可以找到非常多的 好 我们今天 这个 第一个练习题出来了 我们刚刚教了一大堆 这个 就是有的没的图 基本的图档 对不对 但是我们想要 第一个我们想要学的是什么勒 我们希望画出一张这个图 这个图比起 前面这个box plot 是不是就 多了非常多东西 可以接受吧 好那问题是 你怎么画出这张图勒 首先当然它是一个box plot 所以你必须 你知道必须要下很多box plot的参数 它到底有多少参数勒 我们用help看一下 哦它的参数有点多 好那你必须想个办法 把这个图给画出来 这个图是什么勒 desease等于0 它的依据法是这样 desease等于1 它的依据法是这样 desease等于1 那你要 你要怎么画出这张图勒 我给大家一个建议 去下面 看example 我们之前 几乎没有带大家看example 对不对 example你乱贴 我先把它清空 example你乱贴 你总是能够贴出一些东西嘛 对不对 好 所以说请你稍微试一下 然后你想办法把那个example的范例 改成这张图的样子 好该有什么就要有什么 包括这个轴的名称啊 这个01啊 C70啊这些东西 我希望你们都可以试一下好不好 给自己一点时间画这张图 好把萤幕还给你们 各位同学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要怎么完成这一题 那我们现在遇到就是这种完全 完全不知道说要怎么画成这样的图啊 但是我们知道它是boxpack 我们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先去看example 去抄程式嘛 我们要怎么抄勒 一行一行抄 这个套件说明这里有example嘛 所以我们画了这一行之后 你看到这个图 是不是有点像是我们要的 我们仔细看它的结构发现了什么 你要输入data 然后把这个cout跟这个 那cout看起来就在这里嘛 对不对 然后这个 这个x轴跟y轴它就确定了嘛 那这个data我们可以打开来看 诶它长这个样子 所以这个 x轴我们要放在 这个 choin的右手边 然后y轴要放在choin的左手边 对不对 好那所以我们现在 我们的data 是不是就是dat 然后我们的这个 是desease嘛 对不对 然后我们这里是egfr 我们画出了一个类似的 这样可以接受吧 好可是问题是 下一步 我这个里面 诶你看上面 左边下面 然后还有颜色 这我是不是要改 我不知道怎么改 那怎么办 然后我们再继续看help 这里 总是还有一些 其他语法可以抄嘛 诶 你发现什么 诶 这个下面好像有个color叫blue 然后add true 这个add true好像就是加一个 进去啦 对不对 所以这个add true这个参数我不需要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但是这个 这样打的时候 color 诶这里是不是color是可以改的 对不对 所以我其实是可以改它的color 可是 我同时 有好多color要改 那怎么办 好对啊color就是blue 诶它是不是一起 我怎么样用呢 其实就是你一次输两个看看 它是不是就出来了 好所以这个 这个大概都不会太难试出来啦 好但是问题是我们还有很多 很多东西要贴 我就不一个一个贴了 但是我们直接往下面这里贴 你看这个 你在贴这里的时候你发现什么 诶 这个x level 这个名字 跟左边的名字 tooth dance 它是不是 其实 是这些参数 man x level y level 对吧 man x level y level 这些参数 甚至不是在 这里看得到的 这里你其实是看不到man x level y level 这里找不到这些东西 所以example 还有这个好处 为什么不在那里 因为那些东西藏在这个 点点点这里 点点这里太多了 你要不要点进去 这东西 点点点里面还有点点点 就太多了 我们就不要找了 好不好 你看这里 这里这个参数实在是太多了 什么 x level x level 这个我找一下好了 x level 诶 找不到 那man呢 好啦 我懒得着了 就是 反正就是 他层层转包 我们反正就看example 我只想让你们知道说 我们光看example 画图这件事情 我们就看example 选一张觉得好看的图 然后就抄他的语法 对了 好 所以man x level y level 我们就找到了嘛 对不对 所以你看我们的语法 就长成这个样子 好 剩下lwd是线的这个粗度啦 这个也都可以在这个范例里面找到 好这样子我们就完成这个东西了 好不好 这个lwd 一样啦 就是 我现在反正我们这里总是可以找到啦 好不好 找不到 好找不到画不出来也没有关系啦 其实就是 其实就是 你如果不下lwd这个参数 那基本上 这个 他已经 99%像了 好不好 所以这个 我想告诉你们的是 画图啊 画图其实不是说去学一个程式码 就是 不是去学说 我有这个功能 然后 我要去把这个 程式码 有100种功能 我就把100种功能背起来 画图不是这个样子 画图的核心逻辑是 先找一张 跟你的想象的图很像 然后觉得好看的图 然后去抄他的程式码 去改他的程式码 这样了解了吗 这个跟我们 在 这一上一节课以前学的逻辑 不太一样哦 而变成先看到图我们再去改 这样懂我意思吧 好那 有了这个 基本的 逻辑了解以后 我们再来教大家一些比较神奇的功能 什么意思呢 就既然这张图 我能够改的还是它 default的参数嘛 对不对 我随便举个例子 我想要在这里 写个字可不可以 你一定找不到这个参数 因为怎么会有人 一开始在写函数的时候 就想说 我应该在中间放个参数 中间这边写个参数 那不然我如果想要放在这里 对不对 搞不好我就特别想要把字放在这里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东西一定是不可能 在参数里面找到的 我们现在第二节要学的是 底图我已经写好了 底图已经确定了 我怎么在这个底图上面 把它也当画布 加个字在这里 加个点在这里 加个线在这里 这样懂我意思吧 好所以在那之前 我们要先教大家一个函数 一个很强大的函数 plot 这个plot这个函数 它支援了非常多种不同的图形 那我们现在先把散布图把它画出来 这样按下run了之后 这就是散布图 xsbp对dbp的这个散布图 这样可以接受吗 好那这个图不难 我们可以修改点的造型 pch这个函数 可以修改点的造型 好我们这样子 诶 它本来是空心点变实心点 不过变实心点 有变实心点的坏处啊 因为这个就是 诶 你本来这边很密嘛 你现在就看不出来它有多密 对不对 好接下来还有一个差别 来这里 pch 你说19 我怎么知道19是什么 对不对 来这边有对照表 好不好 你以后 就是这个东西就是 你以后你只要知道说对照表在这里 好你到时候你想要换一个造型啊 你就来看一下 哦这里我想要 好我们就用14好了 这个看起来有点炫 对不对 14 好我们把它换14 诶 看起来是不是 有点炫啊 对不对 不过其实我 其实也是蛮丑的 好不好 这个 反正就是会有不同的功能 好那我现在想要告诉你们 我刚刚讲说 这一个小节的重点在 把图片当做一个画布去加料 对不对 我们来看一下要怎么去加料 来首先我们先教大家线怎么加 来 x 跟 y 分别是这个 等一下我们的 x 点跟 y 点 好我们先看这个 plot new 我打下plot new 这就是一个新的画布 这样都有意思 好 plot window x limit 0到10 意思是这里是0到10 这里也是0到10 这样可以接受吧 好然后 我的lice x y 12 12大概在这附近嘛 然后接着49 49大概是在这里 然后 76 76大概在这里 对不对 所以他会画一个这样的线 这样可以吧 lice x y 好看到了吗 他是不是画出这样一个线 所以如果今天 如果我把x 我把x 我把x 12 49 我把49 改成47 那他这个是不是会下一点点 对不对 好那我来 我再按 我再执行一次哦 然后我 我plot new 跟plot window 我不重开 所以我就在原来画布在开哦 我再按一次line 看到了吗 他是不是出来 我刚刚 我想的那条线 是不是出来了 所以你如果想要在图片里面 你这个底图我已经确定了 我想要在上面加一些元素进去 这是不是很容易的事情 也是像lice这个函数 就可以帮助我们把线给画出来 只是你要给我他的点坐标 这样懂我意思吧 好那接着 如果你的线够密 你实时可以画出圆啊 好就来说像这个样子 呃 这个大家可以 大家可以理解吧 圆就是这个 圆就是这个 就是很多个很密的点 弄起来 看起来就像个圆嘛 对不对 好你会说 为什么我会 为什么可以画出圆 怎么那么神奇 对不对 来 大家有没有学过三角函数 这个 当这个0度的时候 这个sine函数是多少 0 对吧 可以接受吧 啊cos函数是多少 1 所以01 诶那不就在这里吗 这样可以接受吧 好然后这个 你会发现 因为 sine跟cos函数 他们的input是什么 斜边 他们input是斜边 得到的是 诶那他们的分母都是斜边啊 这个 诶我 诶我 为什么大家眼睛一脸茫然啊 sine跟cos函数 他的那个 分母不是都斜边吗 可以接受吧 诶三角形 分母是固定的斜边啊 然后他们 那个cos跟sine 他们分别的分子 是两个不同的 不同的边嘛 对不对 所以角度在绕的时候 斜边是固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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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半径是固定的 这样可以吧 半径是固定的 然后他们的那个xy轴 就是那个 兩個 那个sine跟cos 它分别对应的那两个维度啊 这样可以吧 所以我用xy 我用sine跟cos函数 可以把这个 圆给画出来 哦你们不要觉得这么神奇好不好 拜托你们这个 有这么困难吗 大家 可以想象吧 好不好 这个 这个 没有办法想象 好 没关系啦 这个画原不是重点 好不好 你们只要 你们只要知道点够密 就是可以把它描出来嘛 对不对 你们不喜欢用sine跟cosine函数 你们总是可以一个点打嘛 对不对 好 或者说 你们这个 你们自己到时候再做一个方程式 也是没有问题啦 好不好 好 那这个 学会函数lice之后 我们可以帮我们的散步图加一个预测线 我们要怎么加呢 首先 我们的预测线 这个预测线一定是用 那个 线性回归做出来的嘛 对不对 这个我们高中就学过了 线性回归我们高中就学过了 那我们在r里面要怎么做咧 来 首先 我们要先有 x是spp y是dvp modellm这个函数 然后一样的用丘寅这个符号 用x预测y 这个model 我们把它打开来看 你看到了吗 是不是有 这个 拮据是22.56 斜率是0.81 我们怎么把这个参数弄出来 来 我们之前学过物件格式 是不是有说 它是一个物件 你就可以用ls 来去把它打开 对吧 可以接受吧 我们再来看一下 class它 你发现了什么 是一个叫lm的物件 对不对 lm有没有学过吗 没有 对不对 还记不记得s3class 你当你看到你的物件格式 这是一个莫名其妙名称的时候 它十之八九 是s3class 所以说你print它的时候 你看 它产生的东西 跟里面的东西 内容物不符 对不对 我之前教我们s3class的主要原因 就是这个东西 好 那你现在知道 它里面的coefficient 我们把它叫出来 那这个东西 是不是就是 拮据跟斜率 好 我现在如果要在我的图上面 画一条线 因为我的 value range 是90到160 对吧 所以我要画一条线 我如果从0 画到200 这条线只要0画到200 我是不是看起来它就是无限延伸的 可以接受吧 所以说来 我的x座标是0到0跟200 y座标就是 拮据加上斜率乘x x跟y 是不是就确定了 这样可以接受吧 好那接着我先把这个底图先画出来 这个底图就是我刚刚的这个散步图 好接着我用个lice 用这个lice这个函数 把x跟y给它画出来 诶 看起来预测趋势线是不是上去了 这个是不是 蛮好 这个是不是就是一个非常方便的功能 我画图原来可以自由度如此而高 因为我可以自己在上面加我想要的东西嘛 这样可以了解吧 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除了lice以外 我们还可以加多少函数 你们到目前为止 你会发现今天好像已经学10个函数了 那还有更多啊 text 不过这个其实都不难记嘛 对不对 lice 就是这个线嘛 text就是字嘛 对不对 来我们来看一下字 来同样的我先 10 10大概在这里嘛 对不对 然后 01-10 0-1对吧 然后我要加ABCD四个字上去 一样 plotnews 然后plotnew window 先把它空的画布先开出来 当我打下text xy座标 跟他的text长什么样子之后 他是不是ABCD就在有正确的地方了 好 我想要加中间 中间就是00嘛 对不对 好我想要加一个中间00 然后加一个字 叫做这个就是00 好 我们这边就 hello 看到了吗 在中间是不是出现hello了 好你想要加在这里怎么办 这个大概是00.5的地方嘛 对不对 好那我们就加0.5 好看到了吧 所以你其实可以透过 就是你其实可以自己去试一下 你想要摆的东西 位置在哪里你比较喜欢 搞不好你比较喜欢摆在0.57这个地方啊 对不对 你搞不好就觉得这样看起来比较爽啊 但是我想告诉你们就是你有无限的自由度啊 这样懂我意思吧 所以 你知道这些 你有无限自由度的工具之后 你就知道以后我要画一张图 我想要他画成什么样子 就画成什么样子 这样懂我意思吧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point point这个函数就是加点 好一样 我们还是在四个这四个位置 四个方向这四个位置 我们给他加的点pch是1到4 好这就是pch等于1 pch等于2 pch等于3 pch等于4 这样可以接受吧 好 然后有了这个东西以后 呃我们来看再看一个新玩意 叫lend 这个东西是可以帮我们的图片加注释 好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lend top left 就是在左上方 左上方我要加什么东西叻 female跟male 颜色是red跟blue pch是15跟19 background是grade90 看到了吗 诶这个 15跟19的那个点的样式 然后颜色我们也指定了 它的名称我们也指定了 background的color我们也指定了 这样是不是很方便 好你说我不要放在top left 我这个top left 我完全可以改成button left 好我们再按一次 好button left也盖了 所以还有button right跟left right 好不好 这个字我就不打 好 那它可不可以指定坐标 诶也可以啊 你说这样子只是在四个角落 不方便嘛 对不对 我可以指定坐标 我指定要在00的地方 画上这些东西 看到了吧 00 注意啦它是用这个 它是用左上角这里去对的 好你觉得这个位置不开心 它不是对的很正 那你就给它-0.3 好-0.0.2 好这样子 这样是不是对的比较正了 好你可以自己调整它的位置 这个画图就是这样子 就是我们可以自己试 试出来为止 好还有一个polygon 这个是多边形 好这个我们把它画起来 xy坐标确定了以后 我们给它一个颜色叫green 这样子它就把这个polygon给画出来了 好这个 这一些功能 都非常的 是不是就是都可以帮我们图 做非常千变万化的这个改变 好那 这个工作来了 好不好 来现在 你会画长条图嘛 对不对 长条图 诶我们会画出长条图 长条图是刚刚是怎么画的 来我们回去看长条图 好这样可以画出一个长条图对不对 好来 那现在你的问题是什么 来看一下 来 这个长条图 我希望左边是control control就是delice.0 右边是case delice.1 那我希望 画出来长条图是这个 平均数 然后加减 标准差 然后上面你还要画一条这个 什么p等于0.02 这些字显然都是自己加上去的 好不好 那我们 我们重点是 呃我先给 我直接直接给大家一些 初始的提示啊 不然大家可能画不下去 好这个barplot 它 输入的input是什么 是这个东西对不对 那它画出来就是502 293 190 对吧可以接受吧 所以你显然必须先开一个 X物件 它的长度 据来说50 40 然后我让他 8plot画X 我是不是可以这样试 诶 5040 对吧 所以如果你想要画出 33.2 跟34.4 好你应该会画出来 对不对 然后改改 8plot的 颜色 应该也没有那么难嘛 对不对 然后这里 是YLIMIT 对吧 这个我们学过YLIMIT 那 XLAB YLAB 然后LENGIN 这样底图是不是已经画出来了 好剩下就是加线 加线这件事情当然是有点困难 好我们这一题会给大家15分钟的时间 我们到11点的时候检讨 那 你不用急 你就算没有完成也没有关系 你尽量去加它 好不好 因为你可能不知道这个XO 它到底是 诶这个XO没有刻度 所以你要试一下 0.1试一下 0.2试一下 0.2试一下 0.7试一下 这样懂我意思吧 然后你试一下 你如果能够亲手画出这张图 尽量不要看答案 好不好 尽量不要看答案 你亲手 试着画一下 你会发现原来图片的自由度是很高的 也许你15分钟之内没有办法画出来 没有关系 好不好 就尽量画 好 好 这一题的答案是在这里 不过就是直接教你们贴答案 也没有什么意思 这样子 呃 我想要给大家看的是这个样子 就是 如果我们现在有一个XXX 它就是33.2 呃 34.4 然后这个什么7.2 6.4 这都是我们可以拿到的嘛 对不对 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要怎么做 首先 我们要先画个底图嘛 底图 底图这个样子就确定了 那底图这个样子确定了以后 我要怎么加线 加线是最难的地方嘛 我可以跟大家讲 你可以用这种方式加 就来说lice 好就来说 呃我们用text好了 text 好我们在00的地方 加上 hello 什么都看不到对不对 为什么 也许00 呃0在这里对不对 可是 可是 呃这个 这个X橙是多少 我不知道嘛 那我们稍微试一下 呃0.20 还是看不到 好那我们再来 1.20 诶 你看到了对不对 你翻1在这里 所以看起来 如果我要对着这个东西的话 我是不是要稍微试一下 好 0.0.9 好像喔 往左一点 好你试了半天之后 你会翻0.0. 这个 如果我们用point 30pch等於19 你看如果是這個0.7的話 你就會對到正中間 這樣可以嗎 好那另外一邊 你稍微試一下 你應該試到1.9 就會對到正中間 所以原來這裡是0.7 這裡是1.9 好我們是故意的啦 我就是知道上面那個數字不好試 所以我才會故意讓你試的好不好 那重點是什麼 我如果想要畫圖的時候 我沒有辦法很好的去知道那個東西在哪裡 對不對 那我還是可以用試的 反正我就隨便放個小元件上去嘛 反正這張圖隨時可以毀掉 我已經知道是1.9跟0.7了 那後面的事情就好解決了 我們再畫一次底圖 這樣子 1.9 1.9 這裡我是不是就可以放一條小線 這樣可以吧 好然後接著 這個 這個我們就長度它就是1.75到2.05嘛 對不對 好我想跟你們講的這一個是 也許 有一些 網路上會有一些 或者是上 有一些課程 他會教你說 哦你要加個AeroBar 其實不是很難嘛 你就是就給一個參數 因為AeroBar 畢竟很長 大家會很常出現嘛 可是我想交給你們是 欸 只要你願意 去 學會加料這些東西啊 你的圖可以是無限自由的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好那我們再來 那0.7我們確定了以後這三條線就加上去了 然後我需要畫一個 這個東西嘛對不對 來按Run 它是不是就出來了 啊你說這個高度 那一樣你也可以試嘛 就是看怎麼樣的配色比較好 上面 放個這個PValue 然後TopWrite的地方 放個這個 你如果覺得TopWrite不好 剛會遮到 你就寫ButtonWrite 好在右下角 是不是就出現這個 這個東西了 好所以 我想啊 這個 第二題的答案 也許在你沒有看答案之前 你沒有辦法完全 複刻一張 完全一模一樣 但是你的重點 今天的重點 並不是真的叫你 一定要畫出這個一模一樣 重點是以後 你將有足夠的自由度 你可以透過你的美感 把這個圖給它畫出來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好 如果你 完全懂了以後 我們現在就來看 我們現在就來教我們的 下一節課 下一個小節 好那下一個小節是 是色彩透明度與函數 好還記不記得 剛剛SBT跟DPT的三分數 長這個樣子 如果你用空心的點的時候 我們大家可以看得出來 中間比較密集 對不對 可是第一個是 我好像 我第一個 我也不是很喜歡用空心的點 我比較喜歡用時心的點 第二個是 這個 呃 如果我想要用時心的點 那 我要把這個 呃 我想要把它的這個 顏色的這個區別做出來 我是不是可能需要用到 透明的 透明的顏色 可是我們剛剛沒有使用到 透明的顏色對不對 所以我們現在要教大家 怎麼樣 使用透明的顏色 把這個 東西給它區別出來 因為如果你顏色是透明的 你這樣在同個地方疊很多層 那它顏色自然就會有變化 對不對 好我們來看一下 來 首先先跟大家講色碼 就是色碼這件事情 是不是在R元裡面有用而已 是 放諸四海接準的 只要是電腦就是用色碼 好大家知道 色碼的規格就是 緊號 紅色綠色藍色透明度 好可是 這個紅色 它是 0到255 然後它是用 16進位的 所以它的滿分是FF 16進位就是 0到F 這樣可以吧 0 1 2 3 4 5 6 7 8 9 ABCDEF 這樣可以 那這樣總共有 這個16嘛對不對 對不對 那所以說 FF就是 如果 FF的那個什麼 就是 的那個 就是 它對應到的 實進位數字 就是255 255 這樣可以 FF就255 好那 這個 這個 就是 FF0000 代表是 我要 紅色 紅色是百分之百 然後 綠色百分之零 藍色百分之零 好這個是我們電腦顯示圖像的 基本的邏輯喔 就是 這個像素我要用什麼顏色 我是用這三個 東西去組合成的 那 如果你還需要 再加兩碼 再加個FF 那就是完全不透明 如果你加個80 那就是半透明 好這個東西 我現在找了一個網站 這個網站你上網隨便找都有啦 就是你打調色盤 它大概就會出來 類似這種網站 這個網站 你可以找你喜歡的顏色 你可以自己這樣拉 你可以選擇 你的顏色組合是要三色群 還是類比 還是補色 類似這樣 類比的話 那你可以透過這樣子 你可以這樣拉 然後把它拉開 好你下面就有顏色 下面是不是就有剛剛那個色嗎 這樣可以了吧 舉例說我特別喜歡這個顏色 我覺得這個顏色看起來很漂亮 那請你就用這個色嘛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好我們現在就來試一下好不好 好我們首先先把它 先把它Plat出來 好 這樣子我們先看基本款的 這個是純紅色 這個是紅色不透明 紅色半透明 黑色 全部零就是黑色嘛 黑色半透明 我們run and run 好現在是不是顏色出來 好 按照 1234嘛 四個顏色 好按照我們剛剛 我們現在來加入 來 好 來這個這裡 這裡 好我們再按Source 看到了嗎 剛剛我們四個顏色是不是上去了 所以這個顏色原來是可以這樣調的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顏色可以這樣調 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你懶得自己想色嘛 你可以用RGB這個函數條 百分之幾的什麼 百分之幾的紅 百分之幾的綠 百分之幾的藍 百分之幾的藍 好那我問大家一個簡單的小問題好了 你們有人知道說為什麼 只放 紅綠藍嗎 三原色 三原色 三原色是 是什麼原理來的 為什麼 為什麼是只有三原色 為什麼不是四原色 沒有人知道 有沒有學長會知道的 可能上到眼睛的時候會知道 欸你們都沒有上到什麼 四椎細胞三種那種 喔 那個 對於 那個是人 人才是三原色喔 好不好 那個 對於這個 其他某些 生物 他搞不好只有二原色 或是只有 五原色 這不一定 好不好 所以我跟你們講喔 這個 人看起來 都是紅色 這個人看起來 覺得說都是這個 都是 覺得說都是紫色 那其他動物可能 同樣的兩張圖 看起來都是紫色 其他動物可能 看出來會完全不一樣 這你們可以了解吧 所以這個電腦是 為人設計的 電腦是為人設計的這樣可以嗎 那個 包括印出來的相片 什麼都是一樣的 因為 他其實是在給你那個 就是 反正就是一個 這個 反正他給你一個刺激之後 就給你一個 三個顏色 三個不同波長的這個刺激之後 你組合出來 大腦組合出來 就是這個顏色 好不好 其實就是我的 比如說我的皮膚 是皮膚色 對不對 在電腦上面 他的那個光的波長 可能跟我皮膚真的反射出來 波長是不一樣的 只是你看起來是 顏色很像 這樣 因為你受到的刺激是一樣的 這樣動物的意思嗎 所以 你一定要了解 你了解這件事之後 你就知道 三原色 用三原色 他當然是可以調出所有的顏色 所有人可以看得到的顏色 這樣知道嗎 所以電腦在儲存 顏色資訊的時候 他就是以人為base 就是儲存成這個樣子 這樣可以了解嗎 好 那我們了解這件事情之後 我們就來 用一個半透明的顏色 這個半透明的顏色 是 黑色 30的透明度 我們按下RUN之後 看出來不錯對不對 我們覺得剛剛的這個顏色 我們很喜歡 我們把前面六碼換掉 看起來不錯吧 好啦 你可能覺得這個顏色很醜 我是隨便找的好不好 你自己 你自己也可以找到一個你喜歡的顏色 這樣可以齁 好 那我們了解了 所以其實這一節其實不難 前面我已經 我第一小節講地頭 第二小節講加料 第三小節講色彩透明度 這個超簡單的對不對 你們已經完全學會了 好 另外還有一個函數叫Smooth Scatter 他可以畫出比較好的散步圖 這個看起來又更好看了對不對 好 可是這個函數 我們又學了一個新的函數叫Smooth Scatter Skatter就是Skatterplot散步圖 不過這個函數 你們只要看過這一次之後 這輩子就再也不用用它 因為等一下我們會教大家一個更好的東西 好 我們可以幫他加注4 但是這比較難 你看 如果Google 你看他本來右邊是沒有深度的資訊 我們這樣子 我們透過這樣子 一路這樣子 這樣複製貼上 欸 我沒有複製到正確的地方 有時候也是不是很好複製啊 我知道我知道 我有看到 好 看到了 注4加特賣對不對 好不過 這都不是重點 好不好 這個是 我們剛剛為什麼可以加注4 因為我們是不會 我們就是Google Google是很重要的喔 好不好 他有多重要 我們來看下一張圖 好 來 如果你感受夠Google大神威力 你就會發現 欸 你對單一色街的散步圖 你可能不是很滿意啊 好 我跟大家講 如果你真的去Google 來 Skatterplot R Skatterplot 那你在圖片這裡 我以前我跟妳講 我畫圖都是這麼畫的 就是我就直接看 哪一張圖我看起來覺得還不錯 看了半天 我覺得 好了換一個好了 ColorGrade好了 ColorGradient 欸我看起來覺得這張圖不錯吧 對不對 好我們就是這個樣子點進去 然後 他就問你說 欸我要怎麼去畫出這張圖 你看他覺得你覺得這張圖不錯 他是不是這邊就有程式嗎 複製貼上就有答案對不對 好 不過 這個網頁太難了 我特別給大家找了一個簡單的網頁 好不好 這個簡單的網頁在這裡 也就是說 如果你搜尋RSkatterplot 這個本來每一次搜尋答案 就會不太一樣 對不對 我們看到這張圖我覺得很棒 點進去發現 欸 這裡 點進去 他說什麼 我們來看一下喔 來他說 這個Skatterplot很重要啊 但是 我現在只畫出這個樣子 欸這不就是剛剛我們的程度嗎 對不對 好 他說啊 我在別的 就是我在一些 那個 就是我在一些 paper裡面啊 這pns是一個 那個 論文 是一個期刊的名字 好 我發現了這個圖 看起來實在是宣報了 對不對 我好想畫這張圖喔 有沒有人可以教我怎麼畫 下面有個answer 他說 你必須要使用 這個函數 然後他給了一個範例 如果你直接複製貼上 你會發現你真的畫得出來 好 真的畫出來不是重點 重點是 這是他給的範例 我想要把這樣的一張圖 放到我的 data裡面 所以請你畫出一張 spp跟dpp這樣的一個圖 可以嗎 你們畫出這樣的一個圖 那 你要如何把這串範例 改成這張圖 給你們一些時間練習 好不好 我希望這題大家都要做出來 大家 今天學到這個部分 大概 畫圖的部分 我就圓滿了 為什麼 我們就是要去抄別人的程式 改成自己想要 畫圖原則就只有這個 好不好 給大家練習一下 好 這題我想 就是大家直接複製貼上本來的語法 就可以run出這張圖了 對不對 可是 這麼一大串語法 大部分的函數我們都看不懂 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怎麼樣來學習 這種我們看不懂的語法 來注意 至少我們可以抓住一個結構 就是這個東西就是 右邊 變成左邊嘛 對不對 好這個函數 我看不懂 這個函數我也看不懂 可是 這個函數我看不看得懂 data frame我們看得懂 對不對 這個我們來看一下 wrong 到這裡為止 我們看df 他是不是就是一個標準的 data frame 那這個data frame 他的 他的X軸是X1 然後Y軸是X2 對不對 所以如果可以把資料轉成這個樣子 其實他就可以run 對吧 那我要怎麼轉 我剛剛的X 我是不是就是要把 sbp data裡面的 sbp 跟data裡面的 dbp 我這樣子的話 run完之後 這個df 他是不是就是 我剛剛的XX 我的XVP 跟我的dbp 對吧 好我跟你們講喔 其實這一題的答案 就只要改這樣 全部直接複製貼上 好這裡是不是就改了 sbp 這裡就改了dbp了 他這個形狀就有一些改變了 那 這裡當然可以再加一些什麼 Xlab Ylab 這些有沒的 好我想跟大家講的是 不是這個樣子 這樣當然已經改完了 只是說中間我們要怎麼去了解 他到底在做什麼 好這邊 我把X1 我再重新執行一次 現在我的df 長成這個樣子對不對 你應該有一些基本的能力可以看出 這顯然是把X1跟X2改進去之後 然後變成了一個東西叫X 我們看一下這個X長什麼樣子 這X 喔看起來像射馬喔 這看起來像射馬對吧 好看起來像射馬之後 然後 他這裡又有一個叫Color2RGB 看起來好像是一個矩陣 然後他的第一個Color 然後變成加1 然後變成Dance 這個df 現在 是不是有了三個 有1 2 然後Dance對吧 這個Dance的值域 我們可以用table這個函數 看一下Dance的值域 到256 1到256 喔 所以1到256 他是透過這種方式 把 資料 從 就是這個顯然是一個密度嘛對不對 這顯然是密度 然後他把密度的高低 從1 分到256 對不對 那接著後面 我們看這行在做什麼 喔這行 原來他是定義出了256個顏色 這個顏色是你指定的 從 全藍 深藍 然後到多少 到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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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是從這 然後有了這個東西之後 我剛剛這個是不是1到256 我是不是就可以用這個當索引 把它放進去 索引出這個顏色 那我就知道每一個 每一個點 他應該要是什麼color 他的密度越高 他的color就越紅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那接著 我是不是就可以把它plot出來了 這樣沒有問題吧 好那 剛剛我們學了這麼多 這個顏色我們當然也是可以改的 我們把 把它改成全黑 好再做一次 欸是不是 是長得醜了點 不過 就是 不過就是我們可以改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那 你如果覺得這 6個顏色不好看 那你就去調色盤 裡面選一個你喜歡的顏色組合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所以 我想今天 我們交到這裡為止 我們今天最重要的事情 是要讓你學會畫畫 讓你學會畫畫 並且你有能力進行首刻 也就是你有能力加料 然後你還有能力改顏色 那些參數的變化 你現在應該有一點心得了 好不好 並且最重要的心得就是 要畫圖啊 不要自己畫 直接去上網google一張 再改這樣比較快 對不對 好接下來 這個 你的資料分析流程又加上繪圖 那之後 我們要套到我們的網站上面 這個時候你就有多一個新功能 這樣懂我意思吧 我們這一門課 就是這一整個學期 最重要的目標就是 最後寫網頁 會資料處理了 會畫圖了 那我們下一節課 要學習如何處理文字 好 因為網頁可能會處理到非常多文字 那我們今天上課就上到這裡 ơi 加油 加油 老師 加油 加油 谢谢观看